诶 这个的话可能是破坏这双打野了 有可能林洛娃娃打野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可能是林洛娃娃走上破坏这双打野 是的 嗯 也行 那其实京东这个阵容就不冲了 他就是保护C位 然后让林洛娃娃在前面去扛低波的伤害 然后拉扯着去打 那老王在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冲阵的一个阵型 在右边这个阵容 我觉得有个很致命的确定 太脆了 看下几只符文 四把小斧子 这边两把 老王家是拿到了现在比较厉害的一个单线 是的 前期打压特别猛 嗯 啊 来了 这老王家主场一定也有个考试的是吧 这边给了一个线上的眼 他是防止这个林洛娃一级站草丛里面可能要 嗯要逼他经验区对越线点 我们看很多那种一级格温就过来直接把你就我也不吃经验对吧 把你逼出经验区 林洛娃一级还是太强了嗯 然后这里很稳 两边都是下半野区开对下落都帮开了 而且两边下落这把都是带了一个进化 都是下半野区开的话那上路的河线 京东这里不是很好针啊我觉得 初期来看看吧 一开始呢也没有说把盲凤押出经验区 啊 开始减了 三点到 嗯 这边盲凤一好了又上机继续补兵 换血呗 盲凤这一波换血下来还是哎呦还是亏了 一减一波嗯 感觉还行的就是加伟他还是带着多兰盾的 他可以慢慢回对 然后包自已待会有达路技能也是可以慢慢的吸起来 但这一波的话就得往后放线了 对 然后上个河线差不多能把现在反推回去 下落这把也不太会产生太多的战斗 这把主要还是看两边上中野的一个较量 两张线都在被推 之前我记得我们还说说佛爷哥这个英雄啊打野其实比不快 对感觉单线更适合他一些 带着我感觉单线的消耗能力跟回复能力都很强 就是赖线能力很强嘛 直接过来卡牌帮忙上路看一下 好虽然说只有三级但是也过来打一波三三级对三级的一个较量 因为这一边格温线推进去可以过来了 这一波塞级是没逞的 感觉这个蛤蟆应该是有了 但这里自己的兄弟也过来帮忙了 硬拿 塞级这一波是有点小亏 脚越在前期的对抗性上还是差了一点 这个英雄可能现在选的人不多的一个原因 这波线没送出去上路的核心也没了 这波中间也被压了 卡纳维打得很好啊 卡纳维利用ZUM在上路的一个推线 然后通过自己三级这个强势去入侵 哎呦这边还要有机会双和蟹了 直接闪过来拉 但是被蹲到了 卡纳维刚好在 这波的话西级自己也挺危险的 西级打出一个轰拳 那牙膏的状态还可以在后面继续打 西级应该是没了 卡纳维拿着一个衣血 这边变身 万豪闪现过来拉 拉晕了 塞级可能也要死 差一丝血 没有倒 那这样的话京东在上路的和蟹 蛤蟆在中路的人头都取得了一个领先 这波好伤 哎呦 小悦前期对抗心上还差了一点啊 而且确实卡纳维刚好到了 那边老关键也是正好动手 巧了 加上上路其实盲峰这里 吹起打的还挺稳的 然后也没有办法给到野心什么帮助 反而是格温这里直接过去了 京东应该是设计好的 前期你推线 我入侵 但是中路这波是意外的收获 对 中国就说你正好过来了 那我就不得不杀你了 但刚才这一波其实也挺习惯 你想看他为上路拿完河线能去哪吗 对吧 还是有点大意了 有点大意了 因为拿完河线 你这边等级又劣势 中路又压线 那你要想到他从中路过到下路河道呀 这波就比较亏了 前期角跃还是差点意思啊 这一兄是中期打团厉害 但是前六级确实差了点 那这样的话京东在前期取得了一个小小的领先 下路的话也是压刀了 下路这里还在反蹲 嗯 他在勾引曼赫来指 不指的话也没机会的 硬来直接弹起来给点燃 我逼个闪 哎呦 我跟你说还挺痛的 差点给 因为可原本这把是没有治条的 差点给带走了 对 而这一波逼完闪以后下路也必须要回家 那有没有机会拿龙啊 下路就会并线刚好要推进去的 应该要拿龙了 要拿龙了 直到Shadow的位置了 嗯 Shadow这边也没办法 现在还需要凑一点发育 是 自己家里面没啥东西嘛 对 下路再打个石头人 然后回去兰马夫在一片野区 能够让他的发育稍微的跟上来 不过你要龙是必定要丢要丢了 哎 这个位置里面的娃娃是有六 仗着有六级 不怕你 这边兵线也太多了 对 不会过来看看 这两个人也没有捡治疗的东西 对 打字幕还真打不死 那现在这个局面 等于说前期被京东掌握住了 局面的一个主动吧 又拿到了一条小龙 我们直接过来捡 也不敢上 等一下赶紧溜 一拼就肯定拼不了的 是的 别人是点燃 在手 这W给挡掉了 这边上路有想法吗 因为洛也来了 对 野斧都在 对 这波还真有机会啊 盲村这边血量很低啊 这波要死了 格温开大 耗了一波血量 这波有闪的盲村能操作吗 卡牌直接开大 那没了 那省个闪现吧 对 这一波就是 没有任何办法 好 阿娜威再拿一个头 京东的前期小节奏打得 一套一套的 主要老汪天这边节奏更慢了呀 对 你看 野斧也在往过走 但是他们是只在中路 只能送一波线进去了 其实老汪天现在他们的前期节奏 还是比较依赖Shadow这名选手 对 那Shadow一旦在前期可能 在打野上 野区的经验处于落后的话 那他确实先 先需要补一下经验 然后再等自己 等你起来之后再去找机会 而且你这边拿的又是个角月 对吧 对 还是在初期 可能相较于乌蒂尔这种要弱一点 是的 而且这把上中野的战场 是京东这里完全打赢了 是的 还是在野区的河蟹 蛤蟆 包括中路的人头 上路的人头 这几个点上 京东的细节把握住了 对 但你要回头再想的话 其实这也是个必然 对吧 你说上路直接压线 然后你又是下半区开的 主要还是卡纳威 我觉得他三界那波入侵做得好 对 那个是一个连组反应 就是他角月或者是老汪天 也没有想到卡纳威 这个破败之王 三界赶入侵的 他又抓出了你角月 在前期战斗力偏做的 这样一个特点吧 这样像上路的一个推线 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 而卡纳威几波入侵以后 现在是2-0了 这是一个巨飞的回格 还得把好飞 但现在老跟爹 终于是上中野到6吧 这看是不是一个起事的机会 他们还是上中野需要联动起来 对 上中野到6 这一波爆发还是很强的 就是这波先锋 看一下敢不敢打 过来看一眼 上路纵是一直在压线 所以在上半野区的 宰致力是很强的 对 现在公爵是有优势了 他这样的话 盲森就越发地打不过他了 对方话他还领先一个点燃 哎呀 两个人这日子过得 挺拮据 对 一直还没两人吃 但其实这里只是帮忙打一下 视野排掉 那这里会不会是个机魂 就我们这个位置 哇 暴露了 中爵还是 很老道啊 对 有反干涸的意识力啊 往前走了一下 看到角约的技能以后就知道后撤了 而且这段时间不杀公爵 等他的陈装做出来 等你起来就杀不掉了 嗯 昨天卡纳维也溜过来 但是被视野看到 他是要过来 防这个先锋 两边可能要打一波三为三 林洛瓦已经率先过来了 两边的辅助也在往过走 对 先抢一下河蟹 那京东可能会率先来 这波要硬 硬撞 卡纳维死不掉 第一时间又被爆了一下 卡纳维这边大招 还没有死 家维 最后被角约的Q已经瘦掉 但这样的话 ZUM跟这个牙膏两个点怎么办 西野就中了一张黄牌 两边的辅助都到了 角约是比如说自己的闪现 但是女坦这波是有六级的 看一下能不能打 直接开大招 想找角约 角约这个位置 看一下黄牌定到 ZUM也跟过来 哇 佩格末 下不去了 哇 这一波金东打得好灵活呀 我感觉这一波 Shadow是自己将闪现上去的吧 对 那不过还好防守先锋 我觉得这一波的老安家的选择 就是他们想利用家维的一个先手 配合角约 直接把那个卡纳维给秒了 但是我感觉有点难跟 因为刚才看那个位置啊 其实家维上的有点太早了 那导致Shadow跟西叶两个爆发点 迪士也没有跟上 但刚才那个位置 你说不上也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被格温截住了 对 所以他只能强行一试 最后一换二 但是自己这边拿着先锋 你看 我看家维就上那个位置 如果说西叶能 提出去 如果闪的话 会不会 哦 是闪现过来 还是没杀掉 对 他确实也跟上了 反正还是伤害差了一点 这波中绝他还能打了 开得比较勉强吧 莫白庄也是用自己的R跟闪现 这波不上去也没办法了 对 没办法 那这样的话 感觉前期老关键这个局面 有点不太乐观了 角约这个英雄选出来 最怕的就是前期 队友 没扛住 处于下风 而且现在京东地独资源的掌握上 非常的快 11分钟两叉小龙了 而且玲珑王这把起来是无敌的呀 这把公爵很舒服 201的一个数据 这把只要他能起来 感觉是可以一打四一打五的 现在这个局面 京东只要慢慢的往后拖 而看到卡拉里非常的费 直接把蹲弓摸了出来 这边Lokin也是做出了这个爪子 整体装备都要领先一点 是 现在这个局面 老玩家就有点难受了 门间确实初期没有任何的节奏 对吧 打野这边一旦牙火了以后 整条线就只能在线上对线 而卡拉里那波入侵吧 那波入侵确实是一个蝴蝶的翅膀 造成了这样一个连锁反应 现在公爵上路 出完制造者之后 感觉真的就死不掉了 这波还没出 能不能杀一波 Shadow直接给一套技能 瞎子也在 公爵这边开一个W往后拉 但是7的墙面应该是有机会秒掉的 公爵这边阵亡 拿了一个大人头 但是牙膏黄牌定到 卡拉里也在后翼 卡拉里先给一个Q 大招做下来 Shadow这边直接被扔死 牙膏这边又是一张红牌 加一个Q技能 完了 这波为了杀公爵付出的代价 也有点太沉重了 好亏 而且中路这里 路还过来帮忙防守一下中卡 但这一波中路肚层那吃的还行 吃的 这一波打完的话 感觉老王家的上野心有点裂开 两个人加起来死了五回了 挺强行的 对 刚好要碰到反蹲 主要卡牌支援太快了 而且破牌支援就在不远处 对 下路就稳稳的补线就行了 现在洛肯这里是最没有压力的 这波有点没想到 芒头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这确实是跑不掉了 而中路总算把这个先锋至少就利用起来了 刚才那波先锋团最后是西叶拿了先锋吗 对 那西叶这把还算是比较肥的 吃到了很多的塔吉 现在京东是领先的2000块钱 14分钟不到2000 而且还没有拿塔 主要还有两张小龙 这个是老冠杰比较头疼的 其实这个领先挺扎实的 对 这个领先的话确实 现在让老冠杰比较难受 可能他们下一波的话就要等EZ 对吧 EZ做出摩切那一波 看能不能打一下 但现在他们会面对一个京东很肥的上野 大招给到 牙膏里面有个秒表 在你后面能跑掉吧 旁边破坏之网来了 又被定到 但洛及时过来 牙膏应该是没了 洛妹获一下 赶上来一辆 不太过卡纳比要进来吗 卡纳比要死 万豪拿了一个双杀 这波老人的节奏来了 而且这一波球技都这里送回去了 对 马克这里的大招直接逼金身是没想到 牙膏刚才是有闪的对吧 对 第一时间他先用秒表躲一下 然后第二时间交闪现 但来不及了 而且我觉得卡纳比上的有点冲动了 他想过去硬斩一个 但是并没有成功 是的 我是在想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第一时间交闪 其实就没这么多事了 是这么说吧 他想先用秒表操作一下 第一时间还是说没有闪 但还没有注意看 那这里纵 倒是可以上路 也单吃一个防御 公爵还是好肥啊 公爵这把感觉舞台特别大 直接交GP 来自牙膏的 保一下下路的塔 两个人都是给谢拿到 一分钟的小龙 这一波小龙团感觉两边都能打呀 大家都差不多是四线神话装备 感觉是可以操作一下的 老人家这一波应该是要打的 他们这里三个闪现在 这一波是老人家不弱的 说实话 你看他们这一波瞎子跟那个 看一下 万豪的本级装备都OK 这就有点瘫了 对啊 如果直接交闪的话 直接闪没后没这么多事了 而且交闪说不定抽一张黄牌 配合即将到来的队友 可能还能翻打一下 可能觉得队友在附近想操作一下 是的 卖一下 这一波团很关键啊 我感觉是老人家的机会啊 对 他这一波特别强 西叶跟那个 哦 但是加威没11级 但西叶这一波很能打 这一波显着万豪的战力非常强 配合加子 京东这波得先拉扯一下 比毛这个位置 也不太敢上 这李盲峰贸然上的话 可能就什么都干不了 这一波还有闪 说说这一波老干爹更占优势一点 照我看来 是的 看下两边的阵型拉扯一下 我看维鲁斯这几箭 能不能射到人 这一箭射到了 还可以 而且还有卡牌的Q 还有个果盘可以吃一下 这边继续叙利 又是一箭 看下老干爹 要不要直接选择开 牙膏在侧翼给骚扰 直接开大招 看你位置 一趟大招 拼到 破败之王 第一波很危险 绿毛先死了 龙的话是被破败之王拿掉 但这波的话 加威的位置 看一下 加威已经倒了 马克这边 差一四决 重打一遍 重打了一个Double Kill 但是这边的话 牙膏 牙膏感觉也要死 这波的话 感觉还是金弓车打赢 虽然破败之王 抢到了龙 但是后续的残局 老干爹确实是 打得更好一点 而且老干爹 刚才这波开了很果断 就直接秒破败之王 没有给到金弓这里 反映了机会 这波破败之王 虽然抢掉了龙 但是这波就是 西叶这个点 还有加威这个点 虽然他们死了 但他们的效果完全打出来了 这个总算也算符合 一开始我们说 左边这个阵容 其实中期打得要更强一点的 这个理论了 激动这一波 其实一开始打得还不错 但是万 女海 女海这个开 直接开破万世王 然后配合万豪的进场 小月的进场也很漂亮 也扶死得太快了 但这边纵很肥啊 公爵这波挺能减的 后续的残疾确实打不了了 公爵这边拿了个三杀 但你要想下一波的话 这个EZ的战斗力就更加可怕了 是的 就是等于初期 京东拿到了小便宜 都被老公爵给缓过来了 OB选手是ZOOM 其实京东这波 我觉得他们这波小龙团 也可以稍微稳一下 但是他们抢到这条龙 感觉还可以接受 嗯 是的 其实这个局面 我觉得对京东 现在这个局面是OK的 因为当时说了 这把公爵的发挥空间 还是挺大的 老公爵这波团战强势 因为他们可能英雄 跟装备上的一个优势 但是后面 如果说公爵的装备能起来 等级能起来的话 感觉公爵这把的发挥空间很大 但这把可能打到后期 京东这两个C位 就可能变成一个工具人了 这把主要京东打到后期 要看上野 其实破败之王 不能第一波吃技能的 感觉还是得第二时间再进 但是他抢掉了龙 就感觉还行 刚才那波没办法嘛 因为他要打龙 打野肯定在龙附近 然后破败之王 一键套的时候 他不是很肉 说实话这个英雄 对 还是得需要 出到后续的防装 所以我们第二件 是补了个金身啊 是的 肥还是肥了 但是真的5为5的团战 京东还得有点耐心 先破个破个拉扯拉扯 不能像刚才那样 打小龙团就硬接 硬接其实挺吃亏的 一波团 还是老关家更猛一点 很影响 他们今天有卡牌 然后又旁边这么多 就比较灵活的英雄吗 其实可以稍微的 再拉扯一下的 看虾子下一波吧 虾子跟万豪 做出血手的 下一波小龙团 依然很顶 下一波可能京东 会有一点点缺伤害 我觉得 如果打起来的话 所以就不能打一波嘛 两界血手还是蛮猛的 得等到维鲁斯 做出巨蛇 我感觉能打 感觉京东得等 维鲁斯的巨蛇之牙 然后老关家的话 就是血手这一波 老关家这把打得 还是挺顽强的 前期虽然小烈士 在对线期 但是通过中路的一波击杀 包括这波龙团的胜利 把经济把他搬了回来 他们下一波 只要EZ 虾子跟万豪 都做出自己的第二件成装 感觉下一波的战斗力 还是更顶的 EZ是肯定做出来的 他这边 居然先出了个小兵奖 说明钱还挺多的 看一下下一波龙团 能不能把三件套做出来 下一波团战 感觉得看这个 巨蛇之牙的维鲁斯 如果没有巨蛇之牙的话 我觉得京东是可以让的 反正他们不好打 因为公爵的心血气齿 还没有做出来 但巨蛇之牙有了 但你说你这个阵容 如果真的打到后面的话 你还是得拉扯了去打 所以我感觉什么时间点 老关家这个阵容 一波能力都是更强一些 打到后面 其实就看公爵了 我觉得公爵得 他的装备是要领先 然后靠他跟破败之王 打一个残局 他们就会一 但这个时间点 肯定是打不了的 这个时间点感觉 老关家这个 双血手加摩切 还是更顶一些 是的 加围的血手 应该还差一点 他这把比较穷 这条龙应该要让了 感觉是可以让的 可以让 可以让 这段时间主要 EZ跟万豪太猛了 而且脚跃也有两件套 看京东要不要接吧 据说之牙的维鲁斯 如果能多射中几件的话 感觉还有机会 两边在这边 先都站好地形 但你没有提前过来 你还不适宜 你这不是 我要开了 吉过来 洛贼要被秒 拿账的话 金东是直接可以选择 放弃了 给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 看一下 嗯 哎 还过来吗 理智一点 应该该走了 该走 这波的话 老人的教育技能 也不多感觉 还能打的 万豪还有大 脚跃还有大 哎 这边都已经上了 这波龙哈 攻击往前面一跌 但这边的话 进场 拉到了Zoom Zoom这边还一个精神 Zoom这边在前面 顶得非常完美 这个满动的Q 又减死了一个人 马赫这边有点尴尬 马赫又要死 加远进场 马赫抱一下 直接摔死了 京东的上野 而这边又加回来一个 雅各批死 换掉了最后一个人 但是老年这波 还是算打赢了 打了一波三换五 算上绿毛的人头的话 但主要这一波 为什么京东要强势去接呢 就你看龙已经没了 对吧 他这一波 已经没有什么战略目的了 这一波感觉是卡派 可以飞中路 或者说配合队友 拆其他塔的 但是感觉京东这一波 还想尝试一下 但是被老年直接 打了一波先手 老年这波开的也很果断 但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说的 Lum这把真的空间很大 Lum这边心血 其实又有了 赶紧 你看他这波团队 真的好能顶 一直在前面顶着 老年差点出问题感觉 如果装备再好一点的话 这波老年开的很果断 哎 我感觉是可以带中线的 因为牙膏你看 他中路飞过来的 如果退中路 中塔的话 会更合理一点 但西野开的很果断 直接闪一拉 这公爵在前面太能顶了 小月第二手跟的也好 哇 这种公爵 好能吸 这是个蛮弄的皮尔 再吸回来 看我西野有大拥 但这波真的就是 西野装备好呀 对 西野太猛了 这个色提进场打了两波 而且EZ这波也是最强的一波 魔切家那个神神分离者 哎 又打起来了 洛根脚又互换 公爵在前面继续剪 又拿了个双杀 这边感觉处理不了 公爵这个点呀 公爵这边狂剪 西野感觉打不过 哇 公爵呀 从一开始就强调 公爵这把真的舞台特别大 这把他真的有点 有点转不住了 真英雄还是 有点魔 那这样的话感觉 虽然说西野刚拿了个三杀 但是这一波感觉 阻止不了金龙的打龙了 刚才没看到的情况下 洛根脚越 先互换了人头 应该是金龙开了一波 这边有没有强法 公爵开一个W 有点难 哎呦 这里还好 这波的话把大龙给打了 看这波怎么发生的 应该是绿毛可能开了一波 还是脚越先动的手 啊 被埋伏了 常常是脚越先动的时候 没有没有绿毛 然后主要是卡牌 还能支援 防牌定到脚越 这波是想做大龙视野 结果被阴了 这波西野的伤害 已经打得很全了 刚刚美波房间 那个Zone的位置太好了 就他一根顶在前面 你老人家拿还没办法 他开个W 咱人家狂扫儿 你根本拿还没办法 这一把就是两边 不停地在跳 这个莫斯迪安 nice时刻 16比16 人头拿了很多 哎 公爵这个位置 这波里还有没有 最有人支援一下 卡牌是有TP的 但公爵这边 好像是直接撑了 大人头又被万豪拿到 但另外一边 维鲁斯是终于把防御塔拆了 这波人头拿的 还是能够稍微 延缓一下京东的推进节奏 稍微阻止了一下 京东的这个大龙推进 一对大招 开一下蓝霸博的视野 就是京东这一波 Zone被击杀 又是延缓了很长的时间 对 将比赛 现在说不好 只能说 可能京东小优 对 老人还有机会的 对的 但其实老那个阵容 我想一下 他们在后期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也是伤害不足 对吧 就你的伤害 没办法第一波 灌死这个 玲珑玛的话 你还是会被他收割残局 是的 这个英雄打残局 还是配合破败之王吧 还是更猛一些的 因为我感觉 打的后期啊 还是小看好 一手京东的阵容 左边有点缺伤害 但是右边这个上野 我感觉残局太猛了 好 他们第二天 直接整了一个 聚酒 第三天才做一个 防剧 他可能觉得 Zoom一个人够顶了 是 让他一个人在前面 顶着吧 不需要他去 对 比第一波伤害 有Zoom加洛 这两个点 我觉得这波 不会有鬼输了吧 有鬼输的话 这波团战 感觉老公爹是爆接的 鬼输有了 那张的话 这波团战是 京东的小U团 但奎莫 这波也是 三级淘加 一个小隐魔刀 我觉得老公爹 想赢团的话 还是得先解决 这个Zoom 爆解决主要是 他主要有个W 有个金身 你第一波很难 灌死他 除非公爵 卡牌开大了 给机会 卡牌开大 飞后面 这一波是想 主动开团的 想找机会 黄白定到Shadow 落过蓝牌 卡纳威 金身开出来了Shadow 台下没抬到 张德华感觉 另方阴是有危险 黄白再次顶到 Shadow已经被秒了 然后一个金身 在前面顶着 公爵又差一个W 顶在最前面 没办法拿他 太能顶了 这波的话 金中感要打赢了 又是一个 EKOQM 边打边退 但是拿一个 剪刀背 有什么办法呢 挂了个虚弱 还能打吗 有一个金身 这波的话 正好撞在了Q上 后白只王要追 奎莫 差一丝血 跑步掉了 被一个特征的带走 拿杯 大招撤退 这波牙膏 牙膏绕的好呀 牙膏好能绕 而且他后面 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 而且自己还没有死 是 但是一呼了吧 Shadow复活有机会吗 没金身的 Shadow这波 佩克 马克 野斧 能不能创造奇迹 但是公爵是一个满状态 又赶过来了 黄麦定了一下 马克 继续利用控制 限制他 角越拉了两个人 直接被融化 没进生的太粹了 那这样的话 老内应该是阻止不了 京东双C的推 三C的拆机地了 最后角越野倒地 京东 1比0 第一把 打得还是挺激烈的 对 有惊无险吧 对于京东来说 但这把确实让我们看到 玲珑马这个英雄 真的很OP 太OP了 他的前面顶着 这把 公爵 享受局 其他人就有点 难受 对于京东 对于京东 谢谢观看